中国十一国庆适逢中共建党百周年 众多艺人也抓紧机会向中共输成 张俊宁一号在网上转发央视祝贺中国国庆的贴文 还特地在9点04分发文 正好张俊宁生日就是9月4号 让中国网友大呼感动 但抢当中国统战样板的艺人 何止他艺人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祝祖国更加繁荣不强 除了张绍涵受邀录制影片 赖冠林还秀出参加典礼招待会和嘉宾证的照片 去年在中国国庆特别节目演出的欧阳娜娜 转发祝贺文当然没缺席 舔共一起来无非是想换表演大平台 中国今年中秋晚会就请来欧阳娜娜参与演奏 张军林先前发声明铁台独后 最近也受邀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立刻获得官媒帮忙大力洗白 趁中国十一国庆大喊万岁 艺人政治选边站 不知统战效果打了折扣 更让台湾民众对红色渗透戒身恐惧 赖军新闻上不倒